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手把手将你学STM32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讲解的内容是触摸屏实验里面的电阻型触摸屏 那么上一讲我们讲解了电容型的触摸屏 那么我们这一讲讲解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触摸屏类型 是电阻型的触摸屏 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的话 适用于我们目前正点原子所有的STM32F1和F4开发平台 那么在讲解之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解内容的这个参考资料 对于我们目前的话有三款F1开发平台和一款F4开发平台 那么对于每一款开发板的话 我们在相应的配套的这个教程里面都有这个触摸屏实验 那么都有讲解到这个触摸屏的相关的知识 那么比如说我们战舰开发板 那么这个它在它的这个F1开发指南的第32章 有讲解这个触摸屏实验 那么每一块开发板配套的手册都有讲解这个触摸屏实验 那么除了这个手册配套的教程之外 还有这个触摸屏芯片的资料 因为我们电阻触摸屏的话 我们用的是这个2046 所以我们这里在我们的硬件资料 芯片资料下面有XBT2046的这个数据手册 也就是它的文档并且是中文的 那么我们在讲解之前 我们比如说以战舰的这个开发指南为例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这里第32章 那么这个下面就有触摸屏简介里面 就有电阻型触摸屏这个讲解 那么对这个官方 对这个触摸屏芯片 那么在我们这个A盘的硬件资料 芯片资料 那么在这个最下面就有这个XBT2046的PDF文档 那么大家可以看我们视频 如果有一些疑问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官方的手册 以及这个XBT2046的官方文档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 主要包含两个部分 首先我们会讲解一下 电阻触摸屏的一些基本原理 然后我们会讲解一下 这个实验程序的代码 那么在我们把原理讲清楚之后 那么我们会讲 我们对这个程序的话 我们只是讲要讲解一下 我们实现的这样一种思路 因为代码量也不少 我们一行一行的讲的话 实验上肯定也来不及 并且也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上一讲 我们讲解了这个触摸屏的分类 这里我们列出了四个 在我们上一讲 我们讲解了这个电容型的触摸屏 那么这一讲的话 我们讲解这个电阻型的触摸屏 那么电容屏和电阻屏 它们的区别 优点是什么呢 上一讲我们讲了 这个电容屏的话 它是支持多点触摸 多点触摸 但是它的价格是很贵的 那么并且就是说 电容屏的特点就是说 你触摸它的话 触摸它的话 只需要很小的力 就是说只要接触 基本上就可以 那么对于我们电阻屏的话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定位非常的准确 它是单点的触摸 单点的触摸 那么它的缺点是 它不支持 一般情况下都是不支持多点触摸的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电容屏的话 我们是电容感应 我们是要用手指 手指去触摸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的这个智能手机 但是对于我们的电阻屏的话 那么大家只要用 基本上用任何东西都可以 比如说你用一个笔头 或者说你用一个 用你的指甲 都是可以触摸的 所以电阻触摸屏的话 它的触摸 它是不限你 你要用你的手指的 这个手指去触摸的 那么这里我们用到的是这种 四线的电阻屏 那么它的工作原理 我们我这个PPT里面 搜的就比较复杂 那么我通过一个图解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那么四线电阻触摸屏 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触摸屏 触摸面板 那么触摸面板的话 它就有一个两个电极 X电极和Y X电极 还有我们这里的Y电极 两个电极 那么这个四线电阻屏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 首先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触摸屏 比如说我们也叫触摸面板 那么它有一个X级 和Y级 它在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理解为加了两个 就是这个电场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比如说 X级 我们以X级为例 那么它在这个 比如说负 这里是个0 那么这里是个5V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个负级 加了0V 然后这个正级 加了一个5V的这个电场 那么当我们这个触摸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给按下的时候 那么这里 它就会有接触 这样的话 我们的触摸屏芯片 我们就可以通过触摸屏芯片 去测量这一点的电压 比如说 我们根据我们的物理知识 这是5V 这是0V 那么我某一个点 比如说这个点 触摸下了 它能检测这一点的这个电压 那么这样的话 根据这个电场的线性分布 所以比如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按照最中间 那么我们就能检测出来 它约等于2.5V 同时我们如果检测出来 它等于2.5V的话 我们就知道 它的触摸点应该是在最中间 那么根据它的线性 因为它有线性的特征 所以我们触摸到哪一个点 通过检测这个电压 我们就知道 我们触摸我们的这个点的坐标 大致的坐标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对于Y轴 这是X轴的电极 那么对于Y轴也是一样的 那么它也是一个均匀分布的电场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触摸在某个点 那么我们就只需要把X轴 比如说把X方向Y方向 把这两个电压算出来 我们最终就知道它的坐标 那么这个是我把这个电阻冲摸屏的工作原理 进行了一个简化 给大家讲解 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理解 那么实际上这里面对它的原理说的就比较复杂 但是它也说到了这一个5V的 比如说X轴Y轴都有一个5V的均匀电压场 就是有一个电场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那么这样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触摸板 那么它当我们这个点 比如说触摸按下了之后 那么我们去检测这里的电压 大家可以看是0到5V 然后根据我们这个触摸到的点 根据我们触摸到的点 我们测出来这个电压 我们就知道具体是哪个点 那么对于其他这个电阻屏的这个原理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说明 什么这里几个电阻啊 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太多的必要 对于大家来简单的理解 这个工作原理的话 没有必要 因为这样的话会把这个原理复杂化 那么这里什么内层外层 大家都不需要了解 大家只需要了解 你只需要懂得我所表述的 这里加了一个电厂 均匀电厂 我们触摸到哪个点 我们就可以测出来这个点的 所在这个电厂里面的电压就OK了 并且也已经足够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看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触摸屏 触摸面板 那么这时候一个点 我们触摸到的点 比如说XY 同时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方向 横向 还有纵向 那么它就有两个电压 我们需要去测量 那么这个点 我们比如说在X轴方向 那么对于它的坐标就是X坐标 那么我们测这个LCDX 比如说这是我们测出来的 这个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里用了一个图来表示 那么对于我们触摸到的点 比如说是X 对于我们的输出电压是Y 那么Y和X 我们这个Y不是我们这里的Y坐标 只是我们表示这个二维的这个坐标 线性坐标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Y的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输出电压跟这个坐标 它是有一个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图来表示 因为它并 因为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并不是说在最小的坐标 X坐标最小的时候 它一定是零 这个是无法保证的 但是能够保证的是什么呢 是 比如说我们在X轴方向 我们的触摸点 是跟我们的输出电压 它是有一个线性的关系 就是我们这个图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坐标是零 它的输出可能还是不一定是零 可能是零点五 我们举个例子 然后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线性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式 就是二维坐标系里面 怎么来表示一条直线 我记得我们学习数学的时候 叫Y等于KX 加上还有一个初始值 就是当这个X为零的时候 这里这里就是X零 那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示关系 那么我们把它表输出来在X轴和Y轴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XO就是我们这里的零 那么XFactor就是我们这个的斜率 然后 比如说LCDX 就是我们这里输出的这个电压 我们这样通过这个关系来表示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去计算 那么根据我们数学里面 我们要表示一个直线 要表示一根直线 我们有几种方法 你要确定一个直线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这个直线上面 有两个点 如果这条直线两个点 我们在坐标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当它的坐标为X1的时候 它的输出电压 我们知道是为Y1 或者说坐标为X2的时候 它的输出为Y2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直线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 我们知道了这个斜率 然后我们再知道其中的一个点 比如说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斜率 也就是说斜率 比如说斜率是这样子的 那么斜率确定了之后 我们再只需要知道这个上面有某一个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什么 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直线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校准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 开始是不知道这个直线一些参数 所以我们就要校准 我们就要去触摸屏上面 去拿两个点 取两个点 并且这两个点要很准确 取这两个点之后 确定这个点是很准确的两个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计算 这个把这个直线计算出来 然后当我们计算出这个直线之后 那么任何时候 当我们有点触摸下了之后 我们测量出输出电压 我们就可以反向去推断 取出我们的坐标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讲这个校准 触摸屏为什么要校准 这个我们已经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是要确定 这个输出电压 跟这个坐标 他们之间的楔性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的 函数关系 那么我们要确定的话 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我们要知道两个点 我们要知道两个点 就是这条直线上 我们知道两个点 那么对于知道两个点的话 并且这两个点要很准确 所以因为我们的手指的触摸范围 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触摸屏 明教准一般是采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采用三点 或者四点的方法 三点或四点的方法是怎么来做呢 因为我们 我们首先 比如说 我们在 我们触摸屏上面覆盖了一个液晶 比如说我们先确定 我们这个点的坐标 和这个点的 这三个 我们以三点为例 我们确定这三个点的坐标 然后我们让用户去点 依次点这三个点 我们把这三个点 比如说当他点第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首先知道他的坐标 假如 假如是什么呢 假如我们确定这个点的坐标是20 20就是 对不对 然后这个点的坐标 比如说横坐标 他的横坐标也是 比如说重坐标是一个 一个某一个点 比如说220 比如说20 这个x是220 然后重坐标是20 然后我们又确定这个点 比如说 x也是20 那么y是220 那比如说我们确定了这三个点之后 我们让用户去触摸这三个点 那么因为触摸的手指 可能触摸的不一定准 那么我们确定 他这个是不是准 我们就可以采用一种方法 比如说 你的x-x 你的x 是不是 都是 差距是不是等于200 约等于200 或者说你们两个点触摸下去 他的重坐标 是不是 因为他们理想状态下都是20 那么他确定他的重坐标 是不是在20 他们的差值是不是在 正 理想状态下 他们之间的差值是0 就是重坐标的差值 A 我们可以让他是正负1 就是说我们来判断 你这个触摸下的三个点 是不是准确的 或者说我们算出来 你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 触摸下去 然后我们 根据我们检测 来判断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 就是说你触摸下去 是准确的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采用四点触摸 比如说四个点 那么四个点 我们怎么来算呢 四个点 因为四个点的坐标 首先我们是知道的 然后我们就根据 检测 这个点 和这个点 交叉 他们的长度 是不是 他们差值的绝对值 就是说这个 我们 我们触摸这个点 和这个点 比如说这是一 二 三 四 比如说点一 和点四 我们把这个电压算出来 他们之间 比如说 X轴的电 这个 Y轴 那么Y轴的电压 应该和二 三 他们之间Y轴的电压的 差 就是这个方向的电压差 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一 二 和三 四 这个方向 对不对 他们的压差 应该是 也是 理论上应该也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 根据我们计算 是不是 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 来确定我们这个触摸点 焦准点 是不是准确 那么我们正体原子 就是采用的这种 四线的这个焦准 那么确定 你这个点 四个点 比如说你摸 摸下去 根据我们测量 你这四个点 是比较准确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取 取中间的点 取这四个点的关系 来计算什么呢 来计算这根线 那么我们可以 比如说采用这两个点 或者采用这两个点 或者直接 取一个 算几个斜率 把斜率算出来 取一个斜率的 这个平均值 然后再取其中的 一个有效的点 那么这个都是可以的 就是你怎么来确定 这个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是校准 那么校准的话 根据我们校准 那么就有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们这里 就有斜率 还有比如说 某些某些参数 我们就要保存起来 保存在哪里呢 保存在我们的 一方P-Long里面 我们正点原子 因为它这个东西 是断电了 也可以保存的 那么下一次 我们就 就如果 如果没有 如果说下一次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 比如说一方P-Long里面 有什么值 我们就确定 我们这个触摸屏 已经校准了 校准了的话 那么就不需要 重复校准 那么校准了之后 你再去触摸某一个点 比如说X轴方向的参数 Y轴的参数 这个校准参数 我们都已经算出来了 也就是这个线都确定了 那么接下来 你下一次去触摸 我们就根据 你触摸到的这个输出电压 测量 测量这个输出的电压 我们就能够准确的知道 你这个坐标 所以这次我们要讲解这个校准 那么校准的方法 有很多很多 那么 实际上 本质上就是取两个比较准确的点 来确定这个直线就可以了 那么电阻屏的话 感应触摸后 它的有两个方向的电压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 它有两个方向的电压 我们需要去测量 那么根据电压值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触摸点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特定的触摸屏的 AD转换芯片来转换 那么当然同学也会说 我们直接不用触摸屏芯片 我们直接用AD 其实实际上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一般情况下 你用电阻触摸屏的话 都是配这个触摸屏的AD转换芯片 因为它可以转换两个方向 那么对于我们正点原则的这个触摸屏的话 我们就用的是这个XPT2016 那么XPT2016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内含12位的分辨率的 125KHz转换速度的 逐步逼近式的一个AD 那么这里你就知道它是一个12位的 一个逐步逼近式的AD 那么这就是这个2016的芯片 那么这里的话 就有XPYPXNYN 比如说X就有XP 还有XN Y也有YPYN 就是连接到这个触摸屏 因为触摸屏的话 它有什么 它有两个电极 就有四个角 所以这里我们列出来了这个 XPT2016的这个引脚描述 那么我们首先 我们着重要看到的是这个 XPT2016这个数字接口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控制它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最终是要读出什么 最终我们要读出我们的目的 是要读出 比如说我们X轴方向的电压 Y轴方向的电压 那么把这两个值读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计算 X坐标和Y坐标 但是你要去读它 那么就有一个数字接口 那么XPT2016的话 它是一个SPI接口的一个芯片 SPI接口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数字接口 那么它有前面有八个时钟 是通过DI1引脚输入控制之节 我们也叫命令字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 这里有Dclock 那么首先是编选 编选之后有Dclock 那么Dclock的话 它是通过这个 八个时钟 八个时钟 一到八 大家可以看 一到八的话 那么输入这个控制字 这里就有八位的控制字 那么这个八位的控制字里面呢 就包含了一些信息 那么转换器 对于我们触摸屏 转换器收到了 这个控制字之后 也就是这个控制字里面 有包含下一次转换的信息 然后它就根据我们这个信息去设置 多路输出 选择器和参考原输入 他收到了这个之后 就进行相应的设置 设置好了 就进去采样模式 所以我们发送了这个控制字之后 这里第三步 三个多时钟之后 控制字节设置完成 转换器进入转换模式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设置好了 控制字我们还要等待几个周期 去等待 进行一个等待 那么等待 它这个控制字节设置完成 然后就进入到转换模式 那么进入到转换模式之后 接着12个时钟周期 就完成了真正的AD转换 大家可以看 接着12个周期 就完成了转换 那么完成转换之后 如果度量比例转换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等一下看 控制字的时候 就会有提到 就度量比例转换方式 它都等于0 那么驱动器在转换过程中 将一直工作 第13个时钟 输出转换的最后一位 剩下三个时钟 完成转换器 忽略的最后字节 也就是说 它还是有16个时钟 只不过有几个是要忽略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所谓的叫什么 控制字节 也就是我们的命令字 这里有一个八位的 那么它是什么格式呢 这里大家可以看 我们叫控制字节 那么它有八位 八位的话 位7 就是这里 s开始位 那么为1的话 就表示我们新的 控制字节到来 为0的话 就忽略聘名角上的数据 所以我们要写入一个 真正的控制字节 所以这个位 我们必须把它设置为1 然后6到4是通道选择位 通道选择位 这里通道选择位 那么对于这个通道 比如说我们是y 比如说我们要读取x 那么就有x的电极 y有y的电极 所以我们这里看这个表 xn 那么这个驱动这里 比如说我们要读这个x轴 所以就是xpxn 读y轴就是ypyn 所以你读x轴的电极的时候 你这个是要101 读y轴的时候 是001 也就是最高位 不变 a1 最高位改变 a1和a0 都是01 那么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控制字 比如说我们去读x坐标 和y坐标 然后这个位3的话 就是什么12位8位 8位转换 那么我们选择为0的话 就是12位 然后其他的话 这里我们基本上 都是把它设置为0 这个为0是低功耗 00 这个的话就是设置它的这个 插分输入 我们是插分输入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要发命令字 给我们的触摸屏芯片 然后告诉他我要读x坐标 那么这里我们怎么来设呢 这个是1 然后这里就是101 101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是12位 所以我们这里为0 这里为0 这个的话我们是低功耗 所以为00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1101000 所以我们读x坐标的话 这里是8421 所以就是13 13的话 那么就是10 就是0x 第一0 这是我们读x坐标 比如说我们读y坐标 那么这里的话 这个就改为0 这个改为 这个还是1 那么这个就改为0 那么就是1001 所以这个就是90x90 这是我们读y坐标的两个命令 那么这个我们刚才 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我们也把这两个命令 给大家列出来了 这两个命令是我们最重要的命令 读取x坐标命令 读取y轴坐标命令 那么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控制之节 我们来计算出来的 那么对于这个命令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这是我们的硬件 那么这个硬件图的话 这个是我们画的 拿着这个站件的这个原理图里面的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讲 我们会对照这个 我们的这个手册来讲解它的硬件连接 那么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对于这个电阻屏的话 我们正典原子目前的电阻屏的话 是2.8弧 2.8 2.8寸的和3.5寸的是电阻屏 那么4.3而7寸的话都是电容屏 所以这个姿势是适用于我们的 2.8和3.5寸的这个触摸液晶屏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原理图 这个图是我们这个触摸屏 模块开放给的出来的接口 就是我们这是一个触摸屏 那么它会有个接口出来 方便去查我们开发板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比如说以2.8为例 对于我们这个液晶屏的话 这就是我们液晶屏的引脚 液晶屏的引脚 那么它 这里就有错标 大家可以看 X Y 都在这里 X-Y X- X- Y-Y-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2046的芯片 那么2046的芯片的话 那么这里4个引脚 是肯定要与我们的 这个 触摸液晶屏上的引脚 因为我们液晶屏是带触摸功能 那么要相连 然后它开放的是SPI接口 那么它这个SPI接口就要开放出来 所以在我们这个里面 触摸屏模块的这里 就会有对应的引脚 那么这样的话 这些引脚就跟我们的开发板去相连 然后就可以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的开发板的引脚 新币引脚 直接连接这里的SPI接口 然后去操作这个2046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照这个程序 来讲解这个过程 这个程序部分的话 实际上对于这个触摸液晶屏的话 不管大家用的是我们哪一块开发板 对于这个触摸屏相关的实验 它除了这个底层 可能每一块板子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尤其是F4和F1 因为它们I-O口的操作方法不一样 但是它们对于这个触摸屏方面的 这个操作过程的逻辑代码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选一款开发板来讲解 那么对其他的开发板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以战键为例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 控寒素的触摸屏实验 我们这里有 同时我们也打开这个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打开探索板 我们也把它的这个触摸屏实验 我们也打开 我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那么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间 一定要学会取一反三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战键 这是我们探索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我们触摸屏实验 我们上一讲讲过电网触摸屏 那么对于我们这一讲讲解 电阻触摸屏的话 那么它的代码主要是在这个 touch.c里面 不管是我们哪一款开发板 都有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几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是我们上一讲 讲解电脑的触摸屏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所以对于每一个不同的驱动 芯片它有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CT CTiPhone C 是这个底层的iPhone C驱动 然后对于我们电阻屏的话 就是这个touch.c了 那么它里面的逻辑对于每一款开发板 几乎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前面 包括这个结构体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的讲解就会以某一个代码为例 那么对于其他的开发板的配套代码 那么基本上 函数都是一样的 代码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它们区别就在于 比如说这个touch.c下面 它们的区别就在于这个 初始化的时候 比如说tp init 这个下面初始化IO口的引脚或者方式是不一样的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以战键为例 那么我们的电阻屏的话 电阻屏是在我们touch.c里面 它的驱动代码 我们先来看这个touch 点击取这个头文件 我们上一讲讲过 那么这个头文件里面的话 这里就有两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的话 首先这里有三个函数指针 那么这里有出目屏的初始化 还有它的扫描函数 还有它的校准 那么在我们这个上一讲讲过 这里我再重复一遍 这三个函数是在哪里 它是首先定义的 是函数指针变量 那么它的初始化是会定义 在我们在哪里初始化的呢 是在我们touch 点c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 它定义了这样的一个变量 也是这种类型 解构体类型 然后它初始化了 它的这三个函数指向 比如说初始化函数是指向 默认指向这个 然后tp scan 这就是默认 扫描函数是默认指向 tp scan 调准的函数是默认指向 tp adjust 也就是说默认它设置的 就是我们电阻屏里面用到的 然后 对于这个初始化函数 大家可以看tp init 这里面 它就会根据这个id 比如说是5510 4.3寸的电阻融屏 或者 那么它就会去把这个改变 大家可以看 tp div改变它的scape的指向 如果是9147 就设置为这个函数 9147里面的扫描函数 如果是2001A就设置为它的扫描函数 如果是1963 也就是7寸屏 它就会设置为ft5206的scan 那么否则都不 其实上面的都不是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电阻屏 这就是我们电阻屏 所以电阻屏的话 那么它初始化的就在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设置它的一些iO口 然后去初始化20C 因为只有电阻屏才需要浇准 并且保存这个浇准参数到我们的一方批描里面 所以它要初始化20C系列 初始化之后 大家可以看 它只有电阻屏才有浇准 所以这里没浇准就进行浇准 然后 没浇准 已经浇准了 就直接返回 没浇准就在这里进行浇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入口函数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touch.h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成员变量 那么touch.h里面 前面这里还有 两个U16的输主 那么这个是电阻屏里面 因为电阻屏是多点触摸 所以这个值是5 所以这里是两个大小为5的输主 那么是保存电阻屏的坐标 这里我们没有用 那么对于我们电阻屏的话 这里就有四个变量 大家可以看 四个变量 用来保存这个相应的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是保存什么呢 根据我们前面的讲解 一个直线 y等于kx加x0 那么这里对于x方向 那它就有xfac 就是我们这里的 类似我们这里的k 然后xo就是偏移 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x0 那么把这两个参数 这四个 这x头方向就有两个参数 y主方向也有两个参数 所以这两个 这个几个参数 我们保存起来之后 我们就确定了这个直线 然后我们任何一个点 我们知道它的电压值 我们就可以反向推出它的坐标值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touch type touch type保存的是屏幕类型 电容屏还是电阻屏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过一下我们的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 就以这个tpunit为入口 为什么以它为入口呢 因为我们在主函数里面 有tpdvunit 那么tpdv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里定义的这个变量 那么它的unit函数 就是我们这里的tpunit 所以调用的 木论调用的入口 就是在这里tpunit 然后对于我们电阻屏 就是这个下面 那么我们打开 占镜板的手册 我们来看一看 触摸屏实验这个硬件连接 那么硬件连接这里 这是我们的这个 触摸屏上面开放的接口 大家可以看 那么这里就有五个引脚 那么五个引脚的话 依次连接什么呢 tmimo连接的是pf9 还有tpun连接的是pf10 偏选pf11 就是pf9 10 11 还有这里的misotclock 就是pb1 pb2 所以我们这里 依次对什么 pb1 pb2 pf9 pf11 还pf10 依次对这些l口 进行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 我们就因为是第一次 第一次的话 我们就去读 我们这里主要是什么 初始化我们这里的 20C系列 然后初始化之后 我们就去调用这个 tpgetadjustdata 那么这个getadjustdata 他主要做什么呢 他主要是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教准之后的参数 要保存在24C02 所以我们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先去读 这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 我们从这个地址 保存的地址 开始去读 读什么呢 读它的最 加14 就是在这个初始地址 加14的这个地址 保存什么 保存它有没有被教准过 大家可以看 如果它等于0x0a 就是说已经教准了 否则就是没教准 就这样子的 那么等一下我们看 怎么来保存 所以这里去获取这个参数 如果说已经教准了 也就是唯一 那么我们就直接返回 如果没有教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做什么 我们就是进入的教准程序 所以先清屏 然后屏幕教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tpadjust 也就是教准 那个这个教准里面 是做什么呢 实际上 它就是整个过程 等下我们会给大家测试 那么整个过程的话 就是首先发四个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里发四个点 坐标是0 坐标第一个点是20 20 就是在我们注目屏的左上角 然后就是它的宽度减20 就是我们这个屏的宽度减20 就是我们右上角 这里 然后又是20 这个下面 然后一次画 把这个点画出来之后 然后让大家一次去触摸 触摸之后 就可以把这些点 相关的参数 都计算出来 大家可以看 X1 Y3 Y1 Y3 这些都是 通过触摸屏 读出来的 读出来的触摸屏的 这个 这里还有X3 X4 Y3 Y4 因为有什么 有四个点 12 34 四个点 那么比如说 X1 Y1 X1 X2 那么他们的X坐标 还有Y1 Y2 这里 那么可以得出来 相应的一些比率 来确定我们的 这个 比如说我们得到 1和2的距离 3和4的距离 然后看一下他们 是不是合格 然后进行一个计算 因为1和2 3和4的距离的话 正常值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这里 把它算出来 他们之间的比率 那么我们 规定在0.95到1.05 也就是正负5% 证明你才是合格 否则 就是不合格 那么这里的话 这个过程 实际上它只是确定什么 确定我们这四个点 中 你触摸到的是 是比较准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去取 中间的两个点 来算我们这个 相应的斜率之类的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 就对这四个点 进行一些计算 如果说合格了 合格 那么这里 我们就可以去 去点 比如说去两个点 然后去计算 XFactor XO 大家可以看 去两个点 去计算 把这个计算出来 然后又去 又去计算 Y的Factor Y的O 然后把它计算出来了 计算出来之后 就进行什么 就进行保存 TPC5 Adjust Stator 那么保存的话 大家可以看 保存的话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参数 写到是哪里 写到这个起始地址 那么写到起始地址的话 它是怎么来写的呢 它是以这个为起始地址 然后把这个 这里 以U8指针 这个怎么来看呢 它是TPDV 这是个变量 它的XFactor 这是它的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取地址指针 就相当于这个是一个指针 指向的是哪里呢 是我们这个变量的 它的哪里呢 它的XO 指向这里的一个指针 U8的指针 然后以这个为起始地址 存放 多少个呢 看我们的TPAdjustStator 然后以这个 为起始地址 存放 14个字节 大家可以看 14个字节 所以就把这个 把这里的所有参数 都保存起来了 那么保存起来之后 接下来 交准之后 这里 就把这个 基地址 再加上14 因为前面14的话 实际上就是加到了13 所以在紧贴的后面一个字节 我们标记为0X0A 确定 我们已经交准了 所以 我们在这个开始的地方 我们已经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GETAdjustStator里面 它是去判断什么 判断这里的 加上14 也就是判断这个标记的这个地址 确定它是不是 0A来确定它有没有交准 如果交准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参数读出来 大家可以看 从这个基地开始读出来 付给它 所以这就是一个交准的过程 那么交准了之后 然后这个最后面 我们就去 没交准了就有 没交准就去交准了 又保存了 所以最后去把这个参数读出来 也就是从这个地址 去把这个参数读出来 最终付给我们这个变量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操作这个变量 就可以去 计算相应的值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 其实关键点就是我们这里的交准 这个代码看起来很复杂 所以我再把这个代码给大家重新一遍 它的作用 就是一次让大家去画四个点 然后去计算 比如说计算这两个点的 之间的这个距离 计算它的距离 是不是在一定的范围 计算它们两个的值 因为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确定5%的误差 那么这个目的就是确定 我们这四个点 是不是准确的 如果说是准确的 以我们的准确的话 我们就可以取中间的两个点 去计算XO YO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计算出来了 这个输出坐标与电压的关系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去读了 读的话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这里的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是SPI时序 那么这里读AD 读AD 读AD的话 这个过程 实际上大家可以对照我们这里 这个数字接口这里来看 前八个时钟是写命令字 就是我们这里 write command 这是发送命令字 所以就是这里 掉用这里的 那么它一共是八个时钟 然后 就延时 延时的话 因为为什么 因为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当我们写入之后 要等待一定的时间 等待它这个控制自己的设置完成 所以我们这里就进行了延时 延时之后 给几个时钟 因为它有BZ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是16个时钟去读 读的话 只是取它的高12位 高12位有效 还有其他的 是没效的 所以 然后把这个值进行一个返回 那么对于这个 我们读X坐标 比如说 我们这里读XY 然后我们这里就X 就读X 那么就发生这个读X的命令 大家可以看 D0 90的话就是Y的命令 读Y的命令 所以我们这里 大家可以看 RedXY这个函数 这两个参数是保存这个读取的值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一次调用RedXOY 然后发送不同的命令 那么对读XOY这个里面 就是根据这个命令 然后去读 读AD 读出来 什么呢 它是读出来 读N5次 这个函数实际上就是进行一个取平均值 然后读取5次 去掉一次 然后进行一个排序之后 取平均值 先排序 去掉最高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经常的方法就是 读取多次 因为不确定 它一定是准的 读取多次之后 然后去掉一个最高 经过排序 去掉一个最高 去掉一个最低 然后取中间的 再取平均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XYO最终调用的是RedAD 所以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TPRedXY 我们就可以读取 我们触摸的点 那么对于其他的 就是我们这里的TPsGame了 TPsGame这个函数 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我们就读X 把座标读出来 把座标读出来 大家可以看 把这个 根据这个东西 就可以计算了 对吧 就可以计算座标 那么对于其他的函数 基本上 大家主要对于这个函数 我这里也很难去把它讲解 非常的清楚 因为这个代码量有四五百行 并且有些逻辑还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这里只是引导大家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思想 讲一个思想 那么在我们的组函数里面 那么就调用初始化函数 然后根据它的类型 那么我们调用最终调用 电阻屏的测试 那么对于电阻屏测试的话 这里大家可以看 就调用这个Scan 那么Scan的话 最终如果说有有触摸 按下的话 那么这个STA这个变量就有相应的位被设置 然后我们就去做什么 我们就去读 读了之后 读出来的坐标 在相应的坐标上面画一个点 比如说我们画过去触摸屏 那么也在液晶上同时显示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按K0的话 就进行校准 那么这个过程在我们讲了这个整个触摸屏的代码之后 这个测试代码就比较简单 那么对于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逻辑 比如说大家在要用我们的触摸屏去写自己的代码 到底怎么来写 我觉得其实上实际上你就看这个RTP test 这个函数你都能知道 那么这个函数告诉你 用这个去扫描 在循环里面 然后有没有按下 是这样来判断的 按下了之后 去取坐标 是这样子的X0Y0 是这样子来确定的 去取 然后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代码下载到我们开发版 那么下载到我们开发版之后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摄像头大师 那么这里的话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 我们已经是焦准过来的 我看一下我们焦准 大家可以看 焦准过来的 我们这样画就可以画出来 那么我们按REST最上面 它就可以清屏 那么我们按K0 如果你要进行焦准 大家可以看 我就按K0 那么按K0之后 这个上面就有星标 大家发现不准的话 你就一次去摸这个星标 摸了第一个 再摸第二个 再摸第三个 摸第四个 如果准的话 它这个上面就会提示你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准了 如果不准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又按K0进入焦准 随便按四下 大家可以看 不准的话 这里就会一次让你焦准 那么它是有计算的 所以我们这里从左上角 一次去按准一点 那么它就会成功的焦准 所以我们就可以进行触摸 那么对于这个触摸屏实验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因为时间也讲的比较多了 可能有些地方也没有讲清楚 那么希望大家如果说 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可以到我们论坛发帖 或者说仔细看一下我们这个 仔细去读我们的代码 我相信你对照我们这个PPT 还有这个我们的手册 仔细去读 一行一行的去读 你如果说你的C语言行的话 你一定是可以读懂的 如果你的C语言不行 那么可能我怎么讲清楚 这个代码你也是很难理解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